看准台中教育大学附近有许多上班族和学生族群 吸取一家新开幕的丼饭店 主打百元平价CP值高的丼饭料理 米饭上必须要覆盖满满的肉片 老板把过去当工程师对品质的坚持 应用在料理上也成功吸引许多顾客上门 4月期间推出各种优惠活动 让消费者上门尝鲜 还没到中午用餐时间店门口已经大排长龙 比大小赢的就有机会获得一元或是折扣券 另一边还有大型拍照墙 提供民众尽情打卡 西区一家新开幕的丼饭店 锁定周边上班族和学生族群 主打评价CP值高 餐点一蹬上来民众已经忍不住大快躲一番 吃下去的时候有一点点微辣 可是因为我本来就是喜欢吃辣的人 所以就会觉得它跟里面那个肉很嫩的感觉 就很搭 我们吃就是脏脏脆 然后不要看它这样子就是沾满酱料的样子 可是其实它吃起来真的是非常酥脆 就我真的就 我其实不太喜欢吃韩式炸鱼 因为我觉得它淋了酱然后就软掉 可是这家店是没有 我有点惊讶 东西的品质要好吃之外又要能够评价 所以我们这个店名就像我们看到的 人人有洞吃 我们就希望说以比较轻松的角度去切入 那相信大家如果看周星馳电影 应该就知道 它有一个人人有宫链 那它的概念就是希望说大家都有把那个 把武功普及化 那我们今天是希望说把这个丼饭普及化 所以我们研发出了平价又好吃的丼饭 那希望在这边回馈给地方的学生 还有在地的一些详情这样子 白米饭上覆盖满满的肉片和酱汁 让人看了口水直流 目前店内供应牛猪鸡三种丼饭料理 原本在竹科当工程师的老板 把对品质的坚持应用在料理上 不但吸引许多顾客上门尝鲜 也让不少人以事成主顾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道